2014题是要把一到四季的报表合并在一起 然后他说什么贸易公司 会计人员要登录公司的销货成本跟营业成本 老板想要知道每个月的总成本 每个月成本平均、合计、标准差等等的 然后最后以显示每月金额做比较 看哪一个月金额高低的问题 怎么做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设计的要求 第一个就是编辑第一季到第四季的工作内容 然后他需要利用run down 等于是如果数字 假设是像这样的数字变成这样 意思是说把千分位后面的东西 把它无条件舍去 那无条件舍去该怎么做 首先这边他有提示就是用run down来做 那我们先打开这个题目部分 打开之后来看一下 第一季、第二季、第三季、第四季 那你会发现 这个地方1到3月 那底下就是4到6月 那每一个部分他是希望先把千分位去掉 那千分位要怎么去掉 基本上我们可以用一个函数 我在H2这边做 插入函数 可以用刚刚有讲过类似的函数叫数学三条里面 刚刚用run up 现在用run down 无条件舍弃 然后这边的话我可以把它找到run down这个函数 按确定之后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时候他说数字给我一下 在这里 如果我要把这个394拿掉的话 这个时候如果输入0 他不会反一下 他还是这样子 如果我今天希望把前面这个数字去掉的话 你可以用-1 有没有发现 390不见了 那这个的话 -2 所以394如果不见的话 那就多少 输入多少 猜猜看 -1 -2 应该说-3 有没有发现 这三个数字就会自动把它归零 run down 意思是无条件舍弃 就是全部都变零就对了 可以按确定 好 那接下来 因为有三栏 所以你可以讲向右 向右的话 向右我之前讲过 它会把B变成C C变成D 所以你会拉过来 你会发现 这个是栏宽问题 把它拉宽点两下 有没有 这个就过来 你会发现就变成C 这边就变D 那除非说 如果你不变的话 有没有 有一个方法 就是在B的前面锁一下 锁一下的话 你会发现 如果我把它加个锁 你会发现 拉过来会怎样 全部都是一样的 OK 应该可以懂我的意思 不过这边不能锁 只是大概跟各位讲一下 那个锁的用意 你把它向右 向下 如果要把这边的资料放回去 到这个范围的话 你就把它复制一下 复制做什么 到这边 选择性贴上 只有值就可以了 按右键 选择性贴上 只有值 贴过来 然后把这边删掉 或者剪下贴过去也可以 那这边注意 因为我们有1到4G 所以如果你要变做4次的话 交给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 你看这种 把第一G 第二G 第三 因为它位置都一样 对不对 所以你可以把1到4G一起悬起来 按去的键 4个一起悬起来 接下来的话 请你游标放在哪里 放在H2的上方 直接打个勾就可以 打个勾它就会帮你复制到 后面的第二G 第三G 第四G 再打勾 复制过去 然后这边再向右 再向下 也就是后面的部分也会跟着做 只是说现在只会显示第一G 然后把它怎么解下来 在这边选择信贴上 这边就没办法直接 如果多个工作表 你就不能 且变成说 前面部分可以用多工作表 但是贴的话 你可能要取消 取消特别注意 取消的话记得 不能点这4个其中一个 你只能点 这4个以外的年度报表 点一下 这样就取消全取 取消完之后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第二G 第三G 第四G 也都有了 但是为什么这边会变成 警示号 我刚刚讲过 宽度不足 你选取这三个栏位 在其中一条线快点两下 它栏宽就OK了 OK如果你看它警示号就栏宽不足 那一样 分别把这个范围 这个时候把它剪下 或者你用复制贴在三料也可以 把它剪下 我用Ctrl X 然后到这边 按右键 选择性贴上 然后把它贴过去就可以了 把它复制 选择性贴上 复制 然后记得这边贴为值就可以了 贴过来 然后这边的话 再把它删掉 一样的方式 把这边再把它复制 好像剪下没办法 所以我用把它复制 然后选择性贴上 一样都只有值 分别把这些 贴过来之后的话 Ctrl C 然后贴的话 记得用选择性贴上只有值 刚刚可能是贴到连结了吧 再把它删掉 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分别把这些资料 通通都改成 把这边贴上值 把它改成 就是舍弃天分位 以后的资料部分 然后把这边通通贴 OK 贴完之后的话 接下来要做什么 再来做计算 计算 它要平均 然后把这些做 总计 总计的部分的话 其实也是四个 所以我建议你刚才四个一起来 然后 一样 游标放在这边 做 自动总计 自动总计 我们跟刚刚一样 这三个一起选 自动加总就可以了 自动把上面的加下来 那平均的话 就直接 直接从这边做平均 平均值 然后把这边打个勾 向下填满 然后合计的话 就是自动加总 但加总它会加到这个 所以你就再重新选一次 选这三个月就可以了 OK 然后向下填满 它跑到这边 这个多出来 Ctrl是以下 向下填满好了 不要填满 这三个要另外做 标准差的话 插入函数 可以到统计 统计里面找标准差 标准差的函数的话 题目是有要求 就是说 它是用哪一个函数 用这个 Std tdev.s 所以你就是找到 s开头 统计里面的话 统计里面的话 找到 stdev.s 至于什么叫标准差 我想我们主要目的是在使用函数 如果各位对标准差的关键字有兴趣的话 可以Google一下 里面有一些统计的方法说明 按确定之后的话 一样 把这个范围资料给它 帮我把标准差算出来 OK 底下下下填满 这个平均的话 它指的是这整个平均 所以如果你在那边平均的话 平均 它会做到上面的 你就重新选 选这个范围 指的是1到3月所有资料的平均 所有数字的平均 加总的话也是一样 直接从这边加总 重新选 就是这个全部的 加总 标准差的话也是一样 所以你就插入 刚刚用过的话 你可以用最近使用过的 就这个 然后范围的话 就直接把这一整个范围选起来 然后按个确定就可以了 好 这样的话 我们就分别 把刚刚的资料 全部做完 建议是全部 统统把它选起来 你会发现 这些 就统统一次就做完了 把它切回来 我刚刚第四季好像漏3 这边把它删掉 也就是如果你多选 按SHIP键 那这些的话 它做一次 就可以全部完成了 这边就要 再把重点回顾一下 1 加总 这个加总 实际上是选这个 用自动加总 这个的话 是这边的 平均 到这边为止 然后这个合计也是用加总 标准差 到这边为止 那这一个 平均 指的是 整个全部的平均 这个合计的话 指的是这个全部的合计 这个标准差 是整个 这个标准差 如果我 一到四季 全部都做完的话 我要把它汇整到年度 报表的话 那该怎么做 画面先还给主位试一下 先把前四季 记得先用Round Down 453 那我们下转了 我们下转了 我们下转了 我们下转了